詞曲 李宗盛 那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四大八皇喀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喪師 敬禮坦承三寶 敬禮五佛真巴拉房財神 師母各位喪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吉祥 大家晚安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們是同修皇財神 曾巴拉 那曾巴拉其實他就是房財神 記得以前我們去日本 去四國 四國 四國日本話稱為 四國古 四國 是不是啊 有沒有懂日語的 四國 四國 那麼去繞這個八八陵場 最后呢 有到一个宫殿去 有到一个叫做金比如宫 金比如宫 那么要爬很多的这个梯 很多梯子 很多层的梯子 才到达金比如宫 那么金比如宫 其实金比如的意思 其实就是多闻天王 也就是皇才神 真巴拉 金比如的意思是说 他原来本身是一个 就是四天王的多闻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那其实四个天王 都住在很好的宫殿里面 像这个真巴拉 所住的宫殿 是水晶所做成的宫殿 水晶所做成的宫殿 其中呢 还有三个天王 一个天王呢 他住在黄金的宫殿 黄金的宫殿 一个天王 住在这个白银的宫殿 另外还有一个天王 住在琉璃的宫殿 那么真巴拉呢 住在水晶的宫殿 水晶的宫殿 这四个天王啊 本来都是印度教 印度教里面的神 本来都是印度教里面的神 那么首富所 第四天 首富所第四天 后来呢 他们扶持佛教 就是变成 富士四天王 那我曾经讲过 在天上 最富有的 就是四天王 最富有 在海上 最富有的 就是龙王 那么在大地上 最富有的 就是山神 这个大山的山神 在地上最富有 是山神 因为你知道 这个山是最高的 山的神 在大地上 都是很富有 因为每一件东西 都来自于 这个山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 包括黄金 所有的贵重的金属 甚至于 甚至于所有的珍珠 珍珠是海里的 那些七珍八宝 都是在山里面有 就是在深山里面有 这个从那个挖出来的 从所有的矿里面挖出来 其实都是石头 但是这些石头 都是很贵的 包括钻石 都是很 很珍贵的 都是很稀有的 那地上 已经 这样子的 很珍贵的 稀有 那么在天上 像四天王 在天上 那就 他们就更富有了 那么海底 当然也有很多的 珍贵的东西 其实 这个 金比如 多闻天王 他原来 也是在海底的 他是一种龙 一种龙 叫做角龙 角龙 他是属于角龙 修行正果 才变成这个金比如 就是多闻天王 四天王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我所知道的 跟大家讲 那么在密教里面呢 他就是属于这个财神 因为 都是很 很这个的 像那个财神 密教的财神 有红财神 有黄财神 有利财神 有黑财神 另外还有什么财神 白财神 白财神 另外的 因为他也是骑着龙 我们称为奇隆白财神 这可正密教 白 黄 这个 红 黑 绿 就是五种颜色的财神 那我们显这个真巴拉 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八大本尊之一 为什么是显他 因为 这个真巴拉是黄财神 黄色的财神 而且他的生命 这个演播 生命演播 而且他本身的这个 法力 因为有五佛在上面 他的根源地 最终他成佛的时候 也是等于五佛一样 他成就以后跟五佛一样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这个真巴拉 这个财神 作为我们八大本尊的财神 所以每一次在祈求这个真巴拉的时候 马上请 这个黄财神 真巴拉 接引 游民众等往生清净佛国 他必须要有五佛在上面 然后由他来带着所有的游民众 到了佛国净土 到了五佛的佛国 到了五佛的佛国净土 是必须要这样子 这个做这个 发愿啊 或者是说祈求啊 或者回向啊 都是要这样子 那他本身呢 每一次房财神出现的时候啊 他都有五佛会接着灌顶 五佛跟着一起灌顶 所以我们必须要念这个灌顶的咒语 OM HOM ZHAS AH OM HOM ZHAS AH 这个五佛的灌顶真言 这样子才是如法的 每一次修房财神 你要还要观想五佛出现在虚空之中 然后五佛给房财神灌顶 房财神变成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 然后他就会伺服给众生 大家刚刚观想 观想这个兔宝鼠出现 你们是观想什么 你们有这个 有做观想吗 每个人都有观想吗 观想兔宝鼠 开口然后吐出很多的东西出来 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师尊是先观想啊 黄金 这是黄金啊 这个黄金金块 金桩啊 哇 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金桩一块一块的 然后把它堆起来 像一座山一样 很多山一样在整个铺满整个大地 然后再观想 因为黄金有的时候是不能用的 像那个金块那么大 拿出去 没办法使用 接着就观想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这个哇 首先我是观想那个富兰克林大头的那个 那个旧钞 一向子想说 哎呀他们有新钞呢 我就观想富兰克林的这个一百 那个一百 一百特别明显 红色的 这样子 这边是旧钞 富兰克林 这边是新钞 富兰克林 那一百的 哇很明显 这样堆起来 像两堆的 这个一堆 一大堆这样 后来我想说 有钱 也是不够的 对不对 有钱虽然可以买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也买不到啊 对啊 最后我就观想 七针八宝 七针八宝 所有的钻石山 钻石啊 这个宝石啊 一山一堆一堆的 一堆一堆的 哇 吐出来好多 哇 这下是花蓝啊 哈哈哈哈 我有三个观想 你们观想几个 一个 你们只观想一个嘛 两个 也有观想两个 那边观想很多 好像五个手指头都伸出来 哈哈哈哈 你们比我还厉害 我观想三个 就已经很好了 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 嗯 啊 谁去过那个金比如宫的 十国古 有 金比如宫可能是要 是最后一站 有没有过那个 有没有在贾州 那个九州啊 九州啊 金比如宫是在九州 的一个角跟四国很接近的地方 好像要过一个河 还是不过 你们知道日本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 因为八十八临场是在西国古 另外金比如宫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九州或者是四国 已经忘掉了 因为 去了很久 那时候啊 刘文青上师还很 七十岁 的时候 我们去的 去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都是用跑步 爬那个金比如宫的那个阶梯 一直跑 没有停止 就一直 一直上那几千层 几千层的螺梯上到金比如宫才停止 用跑步 跑上去 这样子才停下来 那往后面一看 Yeah 刘文青上师 他也是一样用跑的 哇 跑到了那个 我们都很赞叹 那时候刘文青上师的这个身体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是在九州还是在西国古 我就不太清楚 欸 刚刚忘掉念耶 是不是 不是 我们的贵宾都忘掉念了 你看 这个记忆力有点差啦 还有贵宾啊 郑活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郑活中博士教授团 国立成功大学奠基工程学系教授 王李博士 欢迎他来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周恒医师 郑活中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慧芳律师 falar 是黄金还是白银呢 杜荆 杜金还是杜银 杜银 杜银也是四大天王所著的 这是水晶 这是水晶 都是很漂亮的 放上去 这是镀银 这是黄金 镀的 镀的 有时候共去 我们那个 丹兰真的不可能放在这里 真的不可能放在这里 真的放在这里的话 很容易失踪 我们图书馆 有流行一句话 老鼠会开冰箱 所以你如果把东西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厨房的冰箱里面 很容易遗失掉 大部分都是老鼠开冰箱 当然是用镀的 这个你如果自己家里 在自己的家里 你可以用黄金的 用黄金的 用白银的 用水晶的 用流离的 用流离的 作为这个 工具的话 那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真实 因为密教 密教一般来讲都是用 用真实的供养 用很真实的供养 今天再跟大家讲这个 莲花生大事 三转法轮 莲花生 莲花生大事 切切实实在我禅定中现身 传授种种种的无上密 因此我在临马帕的传承 直承莲花生大事 这个叫做什么传承 这个叫做极尽谈定的 禅定最极尽的传承 这个传承是有 但是很稀有 这种传承叫做 禅定三昧地 极尽的传承 是有这样子的传承 由严谷的祖师也 传到你身上的 这种传承 那我记得 我也是在巴拉的地方 在巴拉 就是西雅图巴拉 那地方 那边住的住宅期 大部分都是挪威人 都是挪威人 他们一群住在那里 因为连火上司他们的家 就在那个我家的这个鞋对面 当初我买这个巴拉的灵贤格 是这个拜托连火上司他们 帮我买 因为那边有房子在卖 所以我家是在这里 连火上司他自己盖的家 他买地自己盖 那我家是旧的 旧的 是在这边 一条马路 我在这边 连火上司的家在这边 我是Ten Avenue Ten Avenue Ten Avenue 连火上司的家是 11 Avenue 就是同样在一个社区里面 那连火上司的家是自己新盖的 我的家是买人家的旧房子 旧房子 那时候我在灵贤格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晚上 做禅定的时候 连火生大士来 然后带我一起飞行 这个飞行的时候 他叫你眼睛闭起来 耳朵只听到这个 这个轰的 这个呼呼呼的声音这样子 一下子呢 那他叫我眼睛张开 我眼睛一张 原来还在空中 虚空之中 然后我看下去 就看到这个 哇 很多的房子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庙仪 然后接着我就进到一个古墓里面 到了一个古墓 然后连火生大士就给我做了两个灌点 一个灌点呢 就是连火生大士前身的毛孔全部放光 就像那个红光化身一样 那么那些红光就直接进到我的毛细孔里面 那些红光全部进到我的毛细孔里面 做了这样子一个灌点 另外再做一个灌点 就是说 他把我变得很小 然后把我吃进去 吃到他的身体里面 那我就从他的密轮里面再出来 从他的密轮再出来 他给我做这两个灌点 那么这两个灌点呢 其中红光的灌点 可以讲就是大圆满法 因为大圆满法 到最后就是化为红光 你看嘛 那个极洗金刚 他也是化为红光 妙吉祥友 在这个印度的 现在也是在印度 这个马哈菩提 菩提寺 大菩提寺 就是种那个菩提树的地方 马哈菩提寺 那个寺庙 前面那个寺庙叫马哈菩提寺 大菩提寺 那个地方呢 他红光化现 就在那个寺的塔顶 妙吉祥友 斯利辛哈 也是化成红光 莲花生大师也是深化红光 那莲花生大师 化红光照你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你的毛细孔 全部都是红光 那等于就是大圆满的灌点 这个就是属于禅定 寂静的传承 这个传承是非常稀有的 那么很多的这个种种的无上密的法 也就是在莲花生大师灌点以后 我就在这个修习这个灵马八的所有的传承 当然五大金刚法都是我在那个巴拉的时候 这个去修的 在巴拉的时候修的 就是在灵间阁那边修的 这白天 我没有大部分都没有出门 都没有出去 晚上 就是联火联事联煮 到我家来 喝一杯小酒 那个小酒呢 就是 那个赖文燕上师 赖文燕上师 从这个温哥华送来的 五龙 五龙二虎酒 摸龙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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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晚上都喝那个酒 是赖文燕所供养 这里有一个笑话 有一位少女很苦恼 问着禅师 大师啊 我长得这么漂亮 每天出门 都被一群男人 死缠着告白 我又很难拒绝别人 我该怎么办 禅师默默的从 池塘里 这个 激起一瓢水 泼在少女的头上 少女恍然大悟的说 我懂了 你是要我心静如水 对待世间万物 都以清澈的心态去面对 禅师讲 不 只要你把你脸上的妆洗掉就可以 告诉大家 你要入这个禅定 甚深的禅定 一定要洗掉你内心所有的垃圾才可以 你有妄念是入不了禅定的 你连一谈法你都修不成 你有妄念在脑海里面想东想西 连一谈法你都修不成 何况是禅定 禅定一定是 进入忘我的境界 一切的四面墙全部都消失掉 连你的法座都忘掉 连你的身体也忘掉 没有 一切所思通通都没有 一切想念通通都没有 那个时候才能够进入最深的禅定 你进入禅定 你进入禅定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是在禅定 这样子才叫做禅定 也就是已经忘我了 已经做忘了 已经做忘了 入圣身的三昧地 入圣身三昧地 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因为你身体里面忘掉 包括所有一切的 所作所为 你的希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境界出现 有的时候啊 你不要说禅定 有的时候像我 在这个生活命宴里面 我说我只要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啊 这五分钟啊 你完全全部忘掉什么 包括你是在休息 或者是在打坐你也忘掉 或者你是在睡明 你也全部忘掉 一醒过来 只有五分钟看表 你不过是忘掉五分钟 什么都忘掉五分钟 这五分钟就让你精神完全饱满 重新放 脸上出现你这个精神 非常饱满的那一种现象出来 只要五分钟 这五分钟啊 就好像吃补一样 假薄 就像吃补一样 所有的元气全部补回来 只要五分钟 你完全忘掉 你看表 你不知道你到底多久 但是醒过来 不过是 不过是 我刚刚做的时候啊 是十五分 那现在是二十分 不过是五分钟 但是你已经好像很久很久了 因为你全部忘掉的时候啊 所有西空中的元气啊 就全部到你身上 你马上全身恢复精神泛花的那种现象 日本人 日本人就讲说 这个是元气阿露 元气阿露 很有元气阿露 日本人很写信 很喜欢在最后一句话 祝福你元气阿露 元气阿露 很奇怪的 师尊也是一样 跟大家讲 你真的要把你全身完全清洗干净 把所有的垃圾全部丢掉 空了一切 这时候啊 所有的灵气灌在你的身上 你马上精神泛花 里面一定要每一个学佛的都一样 不管你再怎么操劳 再怎么辛苦 你只要五分钟 你所有元气全部回来 大家修行有没有那个把握 这个入圣身三灭地的 极尽的禅定 这是最重要的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然后时间再延长 五分钟等于五百年 五年 五年 五百年 五千年 这种力量是很伟大的 所以你有这个传承 就是非常殊胜 非常伟大 你从来没有想到 林仙阁虽然只有三年 我在Green Lake碰到一个人 Green Lake 大家知道 从那边 从巴勒的地方往下走 就可以到利福 Green Lake 利福的旁边就是撒迦寺 差不多到灰德玛雅那里 灰德玛雅前面就是撒迦寺 撒迦寺再下去 就是Green Lake 我在Green Lake 遇到一个喇嘛 就是撒迦正空上师 他 他的习惯 德松仁波切的习惯 在没有人的地方 他坐在树下的石头上 很大声的念咒 很大声的念咒 然后我就走过去礼拜他 他就是我的四个上师当中的 撒迦正空上师 他说正空 你叫我正空 他就是德松 德松就是正空 所以我叫他撒迦寺的正空上师 撒迦寺 撒迦正空上师 是这样的 所以我也得到他许多的灌点 许多的灌点 我是在那个 然后有时候我会开车出去 开那个红色的 开那个叫做 Makuri 我开我的Makuri出去 Makuri是九大行星当中的一个星的名字 叫什么星 水星 水星叫做Makuri Makuri 那时候有一种车叫Makuri 我就开红色的 然后我就去跟他写法 我开车出去都是跟他写法 那现在不好意思讲说我开车出去做什么 因为开车出去就是去跟他写法 那时候我还没有有执照吧 但是才开始协会开车 就是开到 开到撒迦寺 或者开到Green Lake 他就在那边等我 教我洗头的法 是这样子 我常常开车出去 那也有人认为 师尊到底开车去哪里 我每一天一定要开车出去 不要奇怪 那时候也就常常开车出去 那时候没有女朋友 老大 老二 老三 他们都可以证明我 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一个阿伯 他公共汽车 上了公车以后 一个小朋友想起身浪位 阿伯讲 你坐 你坐 我站着就好 过来一会儿 小朋友又站了起来 阿伯又压下他的肩膀 你坐 你坐 又过来一会儿 小朋友又站了起来 阿伯又压下他的肩膀说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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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经过了几次以后 小朋友就哭大 大哭一场 小朋友哭着说 我家已经经过好几站了 为什么一直叫我坐不让我回家 所以有时候会误会的 师尊无缘无故 开车出去干什么 大家一定说 有问题 无缘无故 开车出去做什么 我这些邪法 人家那个三兄弟 他都证明我那时候 根本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是非常清白的 而且我不是很随便的人 也有一个笑话 笑话说 我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 但是随便起来就不是人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 我是非常严肃的 那时候真的是 这巴拉三年 真的就只有修法 还有晚上喝一点小酒 没有什么余热 完全没有 一点余热都没有 没有余热你怎么办 每天就要修法 不修法不行 B的时候你会修法不可 所以很多法都是在那个时候 给他修成的 在这三年当中 有一个夫人讲 这个A夫人讲 我丈夫金以赌博 这个B夫人讲 我的先生也是 A夫人讲 他第一次买赛马剑 他就赢了 而且只用一千 就赢回三十万 现在我很崇拜他 这个B夫人讲 我的先生更厉害 他才缴了第一次的人寿保险的钱 就马上赢回了三千万 现在我们每天都拜他 师尊修法 虽然只有 你看只有三年 在林先阁只有三年 闭关只有三年 但这是三年当中 等于赢回了我的一生 等于赢回了我自己本身的一生 我有很多的法本 将来可能要拿给这个 这个传承的 这个传承师尊的人 要把我自己本身所修法的法本 全部交给他 那么我前世也很多法本 那个图登达吉上师说 跟我讲 你前世有很多的法本 存在我这里 你要不要拿回去 我跟图登达吉上师讲 说不用 你就留在这里 因为我这一世的法已经很全了 就留在你那里 想一留就拿不回来了 因为他走了 走了以后 他的法本到底哪里去 也不知下落 那个图登达吉上师 他在香港 这个 前湾吧 在香港前湾吧 那时候他的佛格 叫做静音佛格 静音佛格 他说静音佛格里面 有放着我前世的法本 可见我们阴言是很深的 说我的法本是在他那里 他有跟我讲 你前世存在我这里很多的法本 要不要拿回去 我说不用 这个 也就是这个样 所以三年在灵行格的修法 等于赢回我自己的一生 这是很奥妙的 所以你协费这种禅定 你什么法 你都会凭空拿到 凭空 从西空之中 你就会拿到很多的法 好 林华生大士 这是林玛巴的传承 我还有一个禁传 禁传就是在台湾 辽民和尚 他跟这个 罗纳上师 四川 罗纳上师本来是属于西康的佛佛 他是西康的佛佛 那西康的佛佛呢 罗纳上师到了四川 他跟辽民和尚 认识 辽民和尚 从罗纳上师那里 得到了很多 林玛巴的传承的法 然后 辽民和尚 再传给师尊 这个是属于禁传 传承有所谓 颜传 有所谓禁传 又有颜传 林玛巴又有颜传 从颜传里面 找出这个莲华生大士 跟伊西康嘎 本身所藏的割本 称为颜传 颜传 颜传 跟颜传 颜传就是 比较颜的传承 像甘租佛佛 那是颜的 比较颜的传承 禁传 就是 禁传就是了名和尚 那么所谓的 极禁传承 就是莲华生大士 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 这个传承是怎么来的 这个传承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 禅定中最极禁的三昧地传承 是这样子来的 在美国 灵传生活中的道场 有一尊西藏来的 莲华生大士金森 同志的 西四个人才抬的洞 是由西藏到香港 由香港经海运到美国 这尊莲华生大士的金森 是由香港弟子奉献的 是哪一尊 不是这一尊 是那边那一尊 我一看就认识他 不是这一尊 是那一尊 是那一尊 我一看 不是这一尊 这一尊是新道的 那一尊是最早的 莲华生大士 四个人才抬的洞 我有一尊 我在那个 现在的南山亚瑟 有一尊 是古董的莲华生大士 是象牙所雕 象牙雕出来的 莲华生大士 是古董 是古董 我个人的珍活蜜艳 也有一尊 莲华生大士 是我的弟子 莲 这个读作佩吧 一个语 三点水 一个诗 佩 联佩 联佩 在密中的书籍看到 买来转送给我供供 也是同志 也一尺高 我现在莲华生大士很多 莲华生大士在我的这个 珍活密宴的 我房间里面的坛城 大概就有七八尊 就有七八尊莲华生大士 这两尊莲华生大士 今非常庄严 莲华生大士 以西藏密中所传 是 施迦的身 阿弥陀佛的乙 观世音菩萨的心 是三密合一的 金刚硬化生 莲华生大士生于 释迦摩尼佛涅槃以后六年 夏立的七月十日 化生在西印度 达赖戈萧海 五色莲花 西印度国王恩藏波玄 清亡海中莲花 上帝为太子 他的根源大家都知道 达赖戈萧 莲花中出生的 所以他没有父亲母亲 他没有父母 莲花生大士是没有父母 因为他是莲花所化生的 所以他是莲花童子 你说他不是莲花童子吗 他有一个号叫海生金刚 因为在印度 像西印度 北印度 或者是中印度 他们很难看到海 只要看到泪 他们就通称为海 所以达赖戈萧 所以达赖戈萧海 不是海 而是一个泪 一个大的泪 长出很多的莲花 那么这个莲花生大士 在莲花当中 就是一个baby 那么这个有一个国王 到海中 到这个海中去 好像是 就是 我们那时候称为寻宝 寻宝 那回来的时候 看到 这个莲花上面 有莲花生大士 就起名叫莲花生大士 他是莲花生的 因为他没有名字 把他抱回那个王国里面 就把他立为太子 其实他不是国王跟王后生的 是在这个 池里面的莲花当中 抱回来的小孩 这个是很奇妙 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让你想不到的 所以他是莲花童子 他没有父亲母亲 师尊出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出生的时候 是 用白丝裹身 白色的天衣 那个丝绸 丝 全身都是白色的丝 全部轰起来的 然后 那个 铲伯啊 那时候叫铲伯 三伯啊 三伯啊 因为没有什么那个 就叫那个 懂得生残的 老太伯来接生嘛 那时候叫铲伯 一接生的话 全身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丝 把自己裹住的 这种出生啊 这天底下大概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 罗刹三太子 他也很特殊 他出生的时候啊 是一个肉团 一个 一个肉团把它包住 把肉团切开 这个罗刹三太子 从里面出来 他出生也是很奇怪的 这个莲花生大社是在莲花里面 一个baby在莲花上面 没有父母 他是真正的莲花童子 那我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是早产 就是七个月 母亲怀胎七个月 出生的时候 像罗刹三太子一样啊 这个李锦啊 李锦的夫人 生下来一个妖怪 就是一团肉 结果破开来 里面是罗刹三太子 这个我母亲呢 这个生出来一个妖怪 是一个白沙 禅师这样子裹住的 那时候他们用了很多的煤油啊 那个时候用煤油啊 把那个白沙给她 把它拿掉 所有白沙拿掉 我从白沙里面就蹦跳出来 这个就是联神佛佛如生言 而且七个月就出生 我爸爸呢 其余我妈妈呢 才七个月啊 那我就崩就出生了 我爸爸首先很高兴啊 我就讲过很高兴啊 告诉人家我有一个儿子啦 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啦 这个 然后就有人讲啊 你结婚多久 你不过结婚七个月 那怎么办啊 那我爸爸就 那时候没有DNA检查 怎么办呢 那时候日记时代啊 我爸爸是日本金人 就踩着步伐 跑去质问我母亲 这孩子从哪里来的 然后又跑去找我那个 我应该称为外婆吧 找去外婆那边 差一点打架 听说哦 到他家里面啊 跟外公跟外婆 闹得很厉害 差一点打架 外婆就被气死了 去死啊 就是这样子 外公会武功啊 但外公是会武功的 开中药铺 开中药铺 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的啊 我妈妈讲说 你是早产 那我爸爸不承认啊 那我妈妈 她当然承认 从她那里生出来 当然她承认了 但是我到底从哪里来 难道跟耶稣一样吗 圣灵怀胎 咻到肚子里面 七个月 就出来 一团白纱 一团白纱 要用没有洗 一面薄一面薄 那个baby 才从里面跳出来 这就是奇特的地方 当初的时候啊 吉尤桑 你们大家认得 吉尤桑 就是亲衣夫人 问我妈妈 你生产她的时候啊 有什么现象 我妈妈一时回答不出来 她说 吉尤桑就讲 这个是佛骨啊 这个人是佛骨 我们福骨啊 台湾话叫佛骨 福骨 佛的骨头所出生的 佛的骨所出生的 那时候吉尤桑就这样子讲 就讲说是佛骨所出生的 我妈妈说 蛤 惨啊 她要出家啦 完了 我们没有后代了 就一直很害怕 问吉尤桑说 她可不可以结婚啊 吉尤桑就说 可以啦 可以结婚啊 会不会出家啊 不会啦 安慰于 安慰于 不会啦 不会出家 所以一个人啊 他有奇特的现象 也是一种因缘 我觉得很多奇怪的因缘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出现 我的母亲只要一回来 那我马上 我就知道他回来 他来 所以 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奇特 莲花生大事就是很奇怪 他莲花里面出生出来的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啊 像耶稣一样啊 他只是有男朋友啊 玛利亚只是有男朋友啊 一起回乡啊 做身份证啊 走到半路 到伯利恒 他就把耶稣生出来了 这个 耶 那个 耶稣的父亲 也不认他 当初的时候也不认他 我爸爸也不认我 一直到现在 他没有 他是不认我的 只有我妈妈认我 这个是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讲一个笑话吧 老师讲到大洪水 把地球上的生物全淹死了 小民就问 这是挪阿方舟 挪阿方舟 圣经里面的故事 小民就问老师 你确定吗 老师就讲说 确定 这个大洪水把所有生物都淹死了 小民就问 那鱼呢 老师说 你给我出去 我父亲就像 我父亲就像这个老师一样 每一次我问他问题 他都会讲 你给我出去 阿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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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再跟大家讲几句话就是说 纵然是养的 也比亲的还珍贵 纵然我是被养的 养大的 也比亲生的还珍贵 要记住这句话 你能够长大 没有父亲母亲养育你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纵然你是被来抱养的 也一样要孝顺父母 因为天底下 没有不孝顺的神仙 阿方舟 谢谢你